第3场是四班千四米 四班千四米今天拆两组 第3和第9场 起步的时候出得最快 外党的有形有幅 内档那边大跃进天下 起步也不慢 但中间初出马骑出来 是妙方华 接着上来是美丽海后 然后还有桥峰 也放得很前的白衣六母 再接着马才看到有上宝 外党是横舰三个匹 期间连来是佳乙马 今天起步不太后 见过竞进天下 留在中间位置拍着好精神 然后那队烂热满之日的金姓名区 贴着内篮位置 拍着包装英明 再接着马才看到 还有电讯子弹 已经在尾三位置 拍着超威力一起 在尾那队烂大仙眼睛摄了埋篮 接着小飞盒暂时电后 转弯时 妙方华带头 有形有幅 卖不到篮 接着第三美丽海后 摸着第四架加二马 过来马之后 看上宝的头折得多紧 在内側就是桥峰 扔出去就竞进天下 很精神 接着包装英明 留意金姓名区 原本贴着蓝 但这么多马走出去 便宜了他 这里有位上来 入队最后三百万位的时候 前面妙方牙放队 这里也差不多 有形有幅都不多 金姓名区在这里 让他找到一条路 一一冲上来 这里已经有些优势 然后上来就是桥峰 竞进天下 但我当作很精神 最后一百万的时候 前面金姓名区开行的步 越走越远 看来就赢贏了 欠第二是桥峰 竞进天下 他最后第一名 结果金姓名区赢了 第二名还是桥峰 第三名真的很幸运 竞进天下 为什么呢? 后面是大千眼界 否则第三也没有 大千眼界也不错 所以习戈已经被人夹了 全程祭遇差得很重要 已经下了他的尾 但竞进天下 其实他的位置应该是他拿到的 而他现在给他后面那只 金姓名区 金姓名区 其实这里已经有机会 先买了 可能有些抢口 不想贴烂 就走了二叠 他走着走着走出去 二叠了金姓名区 又摄了他的位置 他就惨了 他出来二叠 变成了跟那只上宝 那就糟了 上宝一会转弯 可能又不太多 有些不规矩 然后他又再走出去 这个弯就蝕得比较多 本来金姓名区在他后面 应该跟上来 要避他 因为那是上宝 然后上宝又外闪 那就糟了 一拆就拆了他们出去 这个弯就蝕得多了 当然金姓名区的迹势 其实是强一点 是怕他堵塞 现在不堵塞就赢了 也很合理 但是你还击另一只 乔峰也是在那个位置出来 变成了拿的位置也很顺利 没错,乔峰也是贴栏的 原本也是 终于几只贴栏都跑得好一点 大千眼当然是惨一点 其实直路也没有说是顺展所长 不可能看完这场 觉得何宅潮也比较好 就是 我也是看完这场 不过今天也好 都赢了两场 看看对三名张相 敬进天 看看分段时间 13秒44 投转第二段 21秒67 第三段13秒19 末段13秒24 总时间1分21秒54 另外也可以访问苏惠然 这只马赢的姿态轻松 赛前是否信心十足 挺好的 这两次跑得很好 马主又肯给点时间 因为这只马也有很多闹事 我们初期来的时候 这只马可能不习惯 我们连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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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一直都跟马主说 其实这只马是 它是听的 但你要多些时间 你又不可以太逼它 这只马要哄 今天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知道它的性格 我怕它困了马 我怕它不走 但唯独是这件事 这场档位又转好了 骑士又熟了马 希望它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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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希望加分那种类人物太多 我看它可能长一点都能用 它又不是很抢口 不过它现在都很年轻 我想我不会太逼它 一步一步 刚才Michael说的 大家是这样看的 如果何宅堯是最健碩的时候 这个胸盾是怎样都有的 即使堵了 有几部可以更加厉害 我看完这场 我看完这场 我看完这场就立即现场 八九十年多 这时赢马还赢马 状态还状态 他赢了两场马 不代表他十足状态 我觉得九成岛的这个观点 可能也不错 给一点时间 始终也是复出第二个回合 因为他也挺严重 尤其是手指受伤 也是一个挺麻烦 挺长的 其实他算恢复得罚 以前例如黎海荣也试过 还是要很长时间的 还是要搞到 打球的时候 对 手中了 什么都不用做 打球就用脚的 但起码的手指很重要 是重中之重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金星明区也挺好 看来 刚才苏惠賢访也有说 挺麻烦的 但是看来 似乎混马嵩 他都不太怕 看到一出来 姿态都非常轻松 我不是混马嵩 我怕他不堵 今天就运气上不错 因为就是竞进天下 带走那对马出去 就留了个大位给他 结果出来就容易了 另外留意有些大千眼界 其实都是复出 都不是很多个分 都不是很积极的功夫 但是都跑到那么近 希望都健康正常 是的 四班这些 他根本表面条件一点都不好 又十档 又要顶磅 那麽方仔也不知道 都是四分二马斯 所以去到尾场 都不会想过加白了 好了 看完三远赛事 接着来继续看 看下去第四场 三班直路一千 好了 水晶酒杯 升制快车又遇了 之前的水晶酒杯 比它两次 尾部的时候 出得快一点 升制快车 其实挺快的 北可挡也快 外挡那边 水晶酒杯自然不会慢 马群中间 这些超音速 百三个匹 接着还有着灯 宜心星 曼妮飞自已背四 接着还有精英 背二那匹 初出马灯淡黄 另一匹初出马 电信嬌羊 暂时在包尾 跑了四百米 前面不可挡 很久没试过 放到前面两三个 前面单骑带出来 但水晶酒杯 虽然什么重磅 很轻松 接着第三位升制快车 然后超音速 着灯 宜心星都开始骑 接着精英 曼妮飞自 走到马来当 灯淡黄 包尾仍是电信嬌羊 入队200米 前面不可挡 来到这里看 这部门都缩了 水晶酒杯 现在上来就对了 追着他升制快车 最后几步的时候 前面水晶酒杯 过了不可挡 但升制快车 今次威胁大很多 在这里追过来 但过中点的时候 都是水晶酒杯到先 升制快车第二 第三还是不可挡 第四名就是着灯 记得再碰头 根本就失望了 升制快车 上一场连Q都没有 那场他都很… 应该以为他赢 但其实也威胁不到水晶酒杯 所以水晶酒杯很明显 这个阶段的能力 还是高 他不止一筹 其实每一次碰头 你以为水晶酒杯加了绑 你会拉近一点 其实根本也威胁不到他 还有是不是真的 不是一只短途马 升制快车 你看这部水晶酒杯 一加速他其实跟不到 跟不到 上次已经是 上次已经失望了 再跑这个路程 我想你还是赢不到水晶酒杯 他可能是否要试试转程 这些 只不过其他的弱很多 变成他还要有Q 你看到 不可党用中逆离 减一些磅 摆到前面走 都继续捱到第三 其实都缩了步 不过我没有摸过他 分段时间 头段12秒78 第二段是20秒13 末段是22秒62 总时间55秒53 比较单调一场 因为怡心星和曼里飞 虽然有路程专家 但其实你看他近几场 已经有点落 跑不回 当锐的就是三星一对 水晶酒杯和升制快车 不可党第三 只不过因为摆在前面走 后面说跟不上来 已经没什么很特别的了 因为不可党这些 好看同场的对手 尤其是现在这些危多福 令裁 全部都不在这班次 都不知去那边 有些可能落了五班 遇不到这些场合 和出马少 他贴到去外南放 变成其实真是 赚了形势 而捱到第三 其实是不厉害的 不可党是跑得好的时候 应该是上季下半季那段 就醉了 那时就杀到上三班那道气 都还在 但是大家看到 他也好 万里飞子也好 全都用了 现在三班短途 经常出马又不会 而且水晶也不是很高 所以跑来跑去 那几只马 又跑来跑去 也能入围 所以这场赛事都要称 侵下来都行不行 但是侵下来的精英 又好像不太特别 还有现在三班插班 在外地跑的马场 可能真的都不太好 变成了三班 好像这一场 两只灯胆王 或者电讯嬌羊 终于回来在后面包吵 其实质素可能也不是太多 那些六十六十四分 很多时候 下到四班 然后赢 还有他们的进度 我相信都明显不足 所以变成了跑来跑去 那对马 总有一次突然有一只 侵下来的能力 好一点 其实这群马 未必可以顶到他们 我相信 看看整场赛事 接着来再看 看看第五场赛事 第五场都是四班 不过就跑了千二 四班千二米都是拆两组 第五、第七场 好了 起步的时候 那只钻石星空起步这么慢 还有有只马 战斗英雄 跌下来 出得快点的 海南宝 千杯竞典 这队都预了快 外档盖上来辉煌精英 中间黄衣初出马来的快乐高球 内档粉红衣 长胜霸区 然后那一队 天外飞天很久没有见 暂时在三叠夹 夹着中间超越名区 在他们后边 还有精英之专 贴栏 然后外面那一匹 就是安康玛丽 他大热本来的 今次排在外档 接着石星空上来 尾伊 暂时包着美国那一匹 都是初出马来的 卓越善风 转弯的时候 单骑带到头 海南宝今次没法逼他 看会不会好些 辉煌精英来贴栏位置第二位 千杯敬典守在第三位 然后快乐高球 外档是天外飞天 大热门的安康玛丽 拼出四叠 看会怎样追 入队后三马米范围的时候 前面海南宝 虽然还带着头 但你看到个势都不厉害 辉煌精英已经上来威胁他 千杯敬典就要避开吉马 要转出去 但外档是不需要避开的安康玛丽 一百米的时候 前面走得两走 安康玛丽已经上过了 外档那些马 辉煌精英就捱着 转石星空 斗后竟也行 但最后第一名 安康玛丽 转石星空从尾竹上来 拿了第二 千杯敬典第三 第四名是辉煌精英 在集园拼命打了一圈 很积极的战斗英雄 拼了他下来 是呀 又伤了肋骨 肋骨裂了 又要休息一会 陈家晞就不能跑了 可能落地那一下也挺痛 而且在前面下来也有点危险 挺硬的 虽然拼得起身 马虽然没有 百企磅 但也挺厉害的 他终于过了终点 还跑了一圈 其实他很健碩的 马真的 这组很有趣 前面拉得很快 变成了后面的马就缩了一块 三叠马都在后面 变成了跟前面的马 回来就不多 这些情况危险 因为一只鸡马在前面 真的有一定的影响 鑽石星空上一次都说 你不捧场都要看着他跑 虽然是鸡石所出马 也跑得很接近 他不幸会出门 他已经慢了 今天真的没有多少马 可以像他那样跑法上来 其实这些对马也似乎是强一点 两只都在开边上 看看第三名的照片 千杯竞典是拍到的 分段时间 头段24秒01 第二段很快的 22秒05 没段22秒05 总时间1分9秒01 我们很少人留意 随鱼石的初出马 当年两个三万八个 那只都没叫你留意 但是这些鑽石星空 上次初出 你不捧场地看着他跑 因为这些是很明显的神租 这些已经是进度 来得多理想的马 最后的事情给大家看 输了一个多马 或者那种强组 所以这次能入到围 不出奇 这些马房都要急进 现在还摆到有什么 这些用得当然用 现在什么时候 四月了 其实今日也是 看到你的丁冠豪 徐玉石那些马 我想保持下去 继续那些赛事 有些马 斗志都是很鲜明 留也没意思 丁冠豪也是 其实没什么意思 留下跪 如果你硬要留 可能下跪也不是你的 有时是跟红顶白 你的马交不到 自然就留失量高 你当然要拿一些成绩 丁冠浩都没有流的必要 就算今季不达标 他都要继续跑 所以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这些马房我相信 如贵来如下时间就不多 无论丁冠浩也好 取石也好 最多的得多 希望这批马都尽用 三个多月时间 还有这些钻石星空 希望这场的偶一为止 他集出得很异 他自己 不关人事 是 直接开门起琴 这一只马都没有出到来 不过原来也真的挺擅长的 原来追也行 因為上次賽前是放球的,都是擺前奏 很快就贏,可能是下一次 今天又不是田打安守風特別順的日子 看完五場賽線,我們休息回來再看